中文字幕提供 關於我們對酒精的理解 我們認為它是比較新金的物質 會有聲陽發散的性質 它可以幫助我們去濕 可以幫助我們驅寒 有一個幫助你散談飲 甚至行氣活血 幫助我們抵抗外邪 外汗的作用 在中國有很多不同的酒 有白酒、黃酒、葡萄酒等等 白酒可能會比較行氣活血 可以幫助我們引藥 去到身體不同的部份 可以幫助我們消除疲勞 增長食慾等等 如果說到黃酒 它可能偏溫一點 可以溫補我們的脾氣 可以養我們的皮膚 喝完黃酒也可能臉色紅潤 會有光澤一點 說到米酒 就會有一個比較 憶氣、氧血、散寒的功效為主 一些皮膚容易冷痛 或者是女性痛經 可能喝米酒的功效就會好一點 其實民間都會有一些人 會自己浸藥酒 或者可以買到一些藥酒 比較多是苦邊酒 或者綠美巴酒 一些藥酒、村公酒、當歸酒等等 其實這些藥酒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 大家要留意自己的身體 諮詢中醫師的建議 一些過敏 喝完之後不舒服 孕婦 甚至小朋友 這些我都不建議他們喝酒 有一些撞苦功能 例如一個皮胃差一點 或者腎虛一點的人 剛才提到肝不好的人 都要注意一下 我都建議 如果患者本身沒有一個喝酒的習慣 而由想借助喝酒 去強身健體、保健 最好不要選擇飲藥酒的方式 可能可以吃其他中藥 或者做運動去調理 如果已經是日常有喝酒 或者甚至喝藥酒的習慣 可能盡量節制一點 減少一點就會好一點 酒精的攝取量 中醫講求一個度 要量力而為 其實現代醫學 參考一下 男性每天 不超過20克的純酒精 女性更少 10克的純酒精 就已經超表了 其實中醫認為 酒精是偏濕熱的物質 如果我們經常喝太多 我們身體就會濕熱內性 濕熱內性有什麼問題呢 就會阻礙了我們經絡氣血的運行 很容易造成我們的氣機不暢 我們的肝是煮疏 煮維持我們的氣血水液的正常運行代謝 如果這個肝失疏 導致我們氣機不通呢 我們的氣血水液停滯 就會出現氣滯血魚的表現 導致會精駕即進 類似現代醫學的一些 乾冷化 乾腫瘤的一個情況